大家好,我是戴红 今天咱来讲一个好些同志问过的问题 在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观点 认为黑猩猩的力量比人类大得多 一个黑猩猩的力量能达到人类的好几倍 听起来是相当的玄幻 那么事实上究竟如何呢 咱来说到一下 咱直接进入主题 黑猩猩比人类力量强这句话 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 然而比人类强好几倍这个观点 多少有些瑕疵 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刊登了一篇文章 由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的马修奥尼尔教授 以及实习大学解枯科学系教授 苏珊拉尔森等科研人员发表的文章 黑猩猩的超强力量和人类骨骼肌的进化 一篇中写道 黑猩猩相比于人类啊 确实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差异主要是由于黑猩猩的体内 参与强力快速运动的肌肉纤维比例较高 公俗的讲 黑猩猩的骨骼肌里 外肌占比更高一些 咱稍微解释一下哈 肌肉一般分成三种 分别是骨骼肌 平滑肌和心肌 而这么平时常说的肌肉强壮 这肌肉很自然等等 这里的肌肉指的是骨骼肌 然后骨骼肌呢 便能进一步划分成慢肌和快肌 慢肌富含毛细血管 肌红蛋白和线力体 整体颜色称红色 能运载更多的氧气 有助于个体进行有氧运动 使其拥有更强的耐力 而快肌又能分成三种 当然这不重要哈 咱粗略的了解一下即可 快肌的收缩更快 能帮助个体拥有更强的爆发力 和绝对力量 而黑猩猩正是如此 它体内的快肌纤维 几乎是人类快肌纤维的两倍 同时黑猩猩的肌肉纤维 也比人类更长 而且在骨骼肌重量相同时 黑猩猩的最大动态力量 和输出功率 是智人的1.35到1.5倍左右 黑猩猩能拥有这样的肌肉结构 可能和它生活中 很一脸爬树和悬挂有关 而智人在眼花道路上 和黑猩猩分道扬镳 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 人类的肌肉纤维更短 慢肌纤维比例更高 这显著的增加了耐力 使得智人在直立行走 长距离奔跑 甚至迁徙方面 都相对其他动物有了更大的优势 很多人在网上打趣说过 假如能训练黑猩猩来帮助人类干活 比如说搬运货物等等 它肯定效率更高啊 其实恰恰相反 干不了一个小时 黑猩猩都开始闲累了 在自然界的灵长类大家情里 黑猩猩属于是一种非常战斗爽的动物 在2021年 加换到罗安谷国家公园里 有27只黑猩猩貌似想有所行动 后来 他们和另一群黑猩猩结盟 形成了大约有45只黑猩猩的大团体 对于一个大猩猩群体进行了围剿 群体内只有5只大猩猩 分别是一头成年雄性大猩猩 正是咱俗称的银贝大猩猩 另外有5只成年雌性猩猩 和一只小猩猩 强壮的银贝大猩猩和成年雌性大猩猩 奋力保护自己的后代 然而由于数量差距过大 而且这45只黑猩猩善于交流分工明确 最终啊 还是将一只幼年大猩猩和一只雌性大猩猩残杀 而其他成年大猩猩呢 也只能落荒而逃 出现这种凄惨事件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在当地树林里 食物有限 黑猩猩和大猩猩是主要的动物群体 而另一种和它们分享食物的动物 是非洲森林象 很明显哈 黑猩猩群体里有名外人 在大象和大猩猩之间 它们很果断的选择了去进攻大猩猩 将其围剿 从而获得了更多的食物 其实说起来有些伤感 大猩猩也是凄惨 树林外边是这群牛鬼蛇神 树林里边又有黑猩猩跟它不对付 我看了黑猩猩吧 侮入了非洲森林象的领地 那后果更严重 而且咱别的不说 光说非洲森林象这张脸 简直比草原象还猙獰 确许实实的跟个鬼一样 哎呀 大猩猩的生活着实不好过呀 累目了 对了 光与黑猩猩的一些恐怖伤人事件 正在整理 大约这两天就能完成 咱不见不散哈 光与黑猩猩猩猩力量的一些 基本介绍 咱们告一段落 给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 就能点个三连接关注 不是带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